今天是Viral Theory Media 公园危险动物区的社交媒体上发帖,详细介绍了几只熊的恐怖袭击。根据社交媒体帖子,一名挖掘机操作员在非常大的熊围栏附近工作,试图将熊赶走,但失败了,熊拖走了动物园管理员的尸体。司机不得不躲在挖掘机里,直到警察赶到。悲剧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 当网络用户对动物园管理员表示同情时,许多人想知道违反了哪些安全协议,使熊与工人接近。该公园周日向《环球时报》证实,他和其他当局正在调查这一悲剧,公园内收容危险动物的部分已经关闭。在线购买门票但尚未参观动物园的游客可以获得退款。点。 记得更好,留言和更好,留言和 SUBSCRIBE